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群狼远远地走了过来 狼王突然停住了脚步 他警觉地朝小藏狼所在的位置看去 那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只狗 哦 我去看一看 好的 小心一点 于是 熊狼便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他来到了小藏狼面前仔细地打量着它 而那只小藏狼见到面前的狼后 竟然好奇地朝它靠了过去 老大 是一只小狗 这么小只的狗 怎么会独自出现在这里呢 有狗的地方就有人 说不定这只狗就是人类设侠要捕抓我们的圈套呢 有道理 老大 让我吃掉它好了 没错 吃掉它 人类的狗咬死了我们很多同类 我们吃了它正好报仇 这时候 小藏狼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重狼 它竟然毫无畏惧地盯着这些狼 并发出了一阵阵呜呜的威胁声 哎呀 这只小崽子竟然还想咬我们 好大的胆子 看我不咬断你的脖子 不要伤害它 看来这只小狗是迷路 或者 它是从车上掉下来的 也有可能 哦 你这个可恶的狗 赶快离我们老大远一点 不要吓它了 它似乎并不害怕我们 这个小家伙蛮有胆量的 如果它愿意的话 就让它跟着我们吧 啊 老大 你没有搞错吗 它是狗啊 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啊 是啊 老大 万一它把人类给引来 那要怎么办啊 我已经决定了 如果你们谁认为它的到来 会给我们狼群带来危险的话 可以离开 走吧 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跟着我们回去一起生活吧 小藏狼吃得多长得快 虽然只有几个月大 但是个头和体型已经赶上了狼群里的很多只狼了 老大实在是太偏心了 为什么每次都给那只狗留那么多的食物呢 是啊 而且它越长越大 以它现在的实力 我们跟它一对一打斗的话 根本不是它的对手 没错 如果它再把人类引来的话 那就更糟糕了 也不知道老大是怎么想的 竟然不顾我们的安危 而收留了敌人 老大这么一意孤行下去 是会让我们狼群陷于危险之中的 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 我想我们应该站出来制止它才对 这三只狼说着 一起朝狼王那里看去 狼王正惬意地趴在那里 眯着眼睛 看着狼吞虎咽 吃完食物的藏狼跑了过来 那藏狼虽然身材长得很大 可仍旧像个孩子一样 摇着尾巴凑到了狼王身旁 而狼王则轻腻地伸出舌头 舔着脏袄 你们看 这哪里像我们的老大 简直就像是那只狗的爸爸 如果让他继续做我们的老大 我们大家可就完了 狼群中 狼王有着绝对的权威 也正因此 他时时刻刻会接受 其他熊狼的挑战 争夺狼王地位的战斗 是非常惨烈的 输掉的一方不是被咬死 就是被驱逐出狼群 而这一次狼王遭遇的是三只成年熊狼的挑战 他们三个为什么要联手对付狼王啊 好像是因为那只狗 他们三个从一开始就不赞成 让一只狗留在我们这里生活 说实话 说实话我也不赞成我们狼群里有一只狗 而且还是一只凶猛的藏狼 不过我也不赞成他们三个因为这个原因而发动政变 老大 我劝你还是主动的将王位交出来 那样我们还是会收留你 否则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让我投降 你们休想 你根本不配当我们的老大 我们是狼 而狗是我们的敌人 如果你还想继续当老大的话 你就将那只狗赶走 哦 它已经和我们生活了那么久了 它可从来没有做过伤害我们的事情 你们为什么就容不下它呢 因为它是一只狗 而我们也不需要一只把狗当朋友的老大 说完它一下朝狼王扑了过去 狼王一愣 然后急忙躲闪开 这时候 其余的两只狼也扑了过去 狼王和这三只狼打斗在了一起 虽然狼王勇敢威猛 但它独自对抗三只成年狼也是非常困难的 很快 它便处于下风 气喘吁吁 老大 你打不过我们的 认输吧 认输的话 我们会给你留条活路的 要我认输 想都别想 好痛啊 老大 既然你不愿认输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我今天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我不准你们伤害它 你没事吧 放心吧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 算不了什么 可恶的狗 多管闲事 我绝不会轻饶你的 有了赤狗的帮忙 狼王重新振奋起来 这一次他和赤狗联手将那三只狼打败 狼王和赤狗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 而那三只狼则狼狈地气喘吁吁 今天我先饶你们一次 他是我们的家人 以后谁也不准提赶走他的事了 三只狼无奈地只能低下头 做出臣服的样子 然后转身离开 而狼王则和藏狼对视了一下 藏狼看着狼王的伤口 于是便伸出舌头 为他舔势着伤口 而狼王也像以往那样 亲密地舔了舔藏狼 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而彻底解决 狼是越挫越勇敢于拼搏的动物 随着狼王受伤体力下降 狼群里那些雄壮的狼 开始跃跃欲续地准备挑战狼王 可是藏狼一直站在狼王这边 保护他让他成为狼群的领导者 他现在的能力已经不配当老大 要不是有那只狗的保护 我们随时都能将他打败的 没错 凭借着一只狗的帮助 坐在老大的位置 有什么好骄傲的 是啊 他这样做对你们的确不公平 你们可以和老大交涉一下 来一场一对一公平的对决 我想他是不会不答应的 可是如果跟他一对一打失败的话 我们将会被赶出狼群 我看如果没有百分百把握取胜的话 还是不要去挑战他吧 怎么你害怕了 难道你确定能战胜他 你们这些胆小鬼 我去挑战他 即便输了我也不后悔 你有什么事吗 我认为现在你已经不配当我们的老大了 我想和你来一场公平的一对一的决斗 谁也不要请帮手 你要是赢了 继续当你的老大 我离开这里 如果我赢了 你就乖乖的把位置让给我 你这个混蛋又想闹事是吗 好的 我答应你 不过有一个条件 即便是我输了 你也不准将他从我们狼群中赶走 哦 好的 我答应你 就这样 狼王和这只熊狼进行了一场一对一的决斗 没有了赞傲的帮助 狼王有些力不从心 很快他便败下阵来 你输了 老大的位置是我的了 我不允许你伤害他 老大 我们说好了要来一场一对一公平的对决 现在你已经输了 嗯 我输了 你赢了 我离开 好 赢了 赢了 以后他就是我们的新老大了 你要去哪里啊 按照狼群的规矩 成为失败者 我只有离开这里 啊 这是你的家 你为什么要走啊 没错 以前这是我的家 但是现在这个家换主人了 即便我不走 他们也容不下我 跟我回去 只要有我在 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 哦 好的 在狼群里 竞争狼王是非常残酷的 失败者等于失去了一切 但是这只老狼王却并没有失去一切 他还有自己的朋友 藏狼 这群狼因为都见识过藏狼的实力 所以在藏狼的震慑下 狼群并不敢把这只过气的老狼王怎么样 后来经过协商 狼群也愿意让他们留下来 并且每次捕猎到食物后 藏狗总会留下一大块食物献给他的老朋友 狼王 往后的日子里 藏狼时时刻刻的照顾着老狼王 谁也不会想到 狼和藏狼居然也能结下这么深刻的友谊 藏狼用自己行动 给人类上了一堂宝贵的课 滴水之恩 必当永泉相报啊 现在换我来救你 小华 怎么了 小美 你听 好像有鸟的叫声 哦 真的有小鸟味弱的叫声啊 它在哪里呢 原来它在这里啊 这只小鸟羽毛都没掌权 没有鸟妈妈的照顾 它根本就活不下去 是啊 这个小家伙实在是太脆弱不堪了 我们得救救它 怎么救啊 它这么小 根本养不活的 我看还是把它放在这里 让其自生自灭好了 那可不行 我要把它带回家 想想办法来救它的 小家伙 你放心 你会健健康康地活下去的 就这样 好心的小华 将这只羽翼未封 看上去脆弱不堪的小鸟 带回了家 妈妈 这只小鸟真是太可爱了 我们养着它吧 这么小的鸟 怎么能养得活啊 没错 这么小的鸟 不会自己进食的 所以我们根本养不活它 我一定要救活它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死掉 可是这么弱小的一只鸟 该吃什么 该怎么样照顾 你知道吗 对啊 妈妈 你不是告诉我说 宠物医院的医生 非常了解小动物吗 它们一定知道 该如何将这只小鸟 养大的 对啊 我去宠物医院问问 那里的医生一定有办法 林太太询问了宠物医院医生 很多喂养幼鸟的方法 并详细地记录下了 各类注意事项 妈妈 你这是在干什么 医生说了 这么小的幼鸟 只能吃流质食物 我正在按照医生给的配方 给它调制食物呢 这东西它能吃吗 试一试吧 妈妈 你拿针管干嘛 要给小鸟打针吗 我这是在用这东西 给小鸟喂食呢 妈妈妈妈 它吃下去了 吃下去了 是啊 只要它能吃东西 那就能活下去 就这样 这只小鸟 在小华一家人的精心照料下 慢慢健康起来 它们一家人 还给它取了个名字 叫做小西 妈妈妈妈 你看 小西又长出新羽毛来了 是吗 小西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当然了 等它长大后 一定会更漂亮的 妈妈妈 真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把这只小鸟给养活了 它的名字叫小西 小西 欢迎你来到我们家 什么嘛 这里就是它的家 我还给它做了一个窝呢 妹妹 这几个玩具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你怎么舍得放在小鸟的窝里啊 我把它们都送给小西了 因为它是我们的家人 对不对啊 小西 在大家的照料下 小西渐渐长大 它长得又漂亮又活泼 一家人都非常喜欢它 并且一家人早就把小西当成家里的最小成员了 小西 到我这里了 我这里有好吃的 小西小小吃的而已 但可真能吃啊 哎呀 小西 你在干嘛呢 爸爸 谁教你说它坏话呢 小西 我警告你 你再这样调皮的话 我就要稍微修理你一下哦 哦 小西还真调皮呢 好了 小西 到我这里来 小西真是越长越漂亮了 妈妈 多亏当初你救了它 要不然世界上又少了一只漂亮的小鸟了 是啊 它现在长大了 应该回到属于它自己的家了 妈妈 这里就是它的家啊 不能将它送走的 孩子 虽然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它 可是小鸟真正的家 是树林啊 它长大了 应该返回大自然的 可是它从小就生活在我们家里 根本没有野外生存的能力 就这样 将它放出去的话 太危险了 没错 所以从明天开始 我们得对它进行生活训练了 首先要锻炼的是小西的飞行能力 小华每天都会带小西到户外练习飞翔 当看到它在空中飞得越来越好时 小华的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 小西飞得越好意味着放飞的日子越来越近的 小西的飞行已经没有问题了 它寻找食物的能力也很厉害 即便我把坚果藏到很高很隐蔽的树上 它都能找到 有好几次 它自己竟然能找到别的食物 这么说来 是时候将小西放回大自然了 没错 将它放回大自然的时间到了 第二天 林太太一家人带着小西 来到了郊区的树林里 他们决定在那里将其放飞 小西 再见了 你自己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哦 去吧小西 回到属于你自己的家吧 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你这个家伙 再见了小西 虽然大家都不忍小西离开 可大家心里明白 只有大自然才是它真正的家 但谁也没想到 第二天小西竟然就飞回来了 天啊 小西它怎么又回来了 小西 小西 欢迎你回来 看来 它也舍不得离开我们啊 就这样 小西被放飞之后 时常会飞回来 探望一下 有时候 它好几天都没回来 一家人 一家人便会想念它 相互说起当初 它被捡回家的日子 说起小西的成长过程 当它飞回来的那一刻 则是全家人最惊喜的时候 所以 只要小西飞回家 总有人会立刻陪着它 跟它一起玩 时间一天天过去 这个欢乐的家庭 突然陷入了黑暗 林太太 罹患了癌症 因为化疗 头发早已掉光 癌症折磨得它 痛苦不堪 一家人也都 忧心忡忡 根本顾不上 小西是否回来了 医生 我想回家 哦 这样也好 换个环境 或许对你的病情有好处 医生 我太太现在这个状况 怎么能离开医院呢 林先生 你太太的病情 我们只能进行保守的药物治疗 回到家也是一样的 或许 换个她熟悉的环境 对她也是有益处的 嗯 好吧 那我就带她回家 好痛苦 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 你不要想太多 放宽心 你的病会慢慢好起来的 小西她好久没回来了 她会不会是把我们给忘了呢 我想 是你住院的这段时间 她一定是回来过 只是家里没有人 她就飞走了吧 唉 有可能的 或许她回来过好多次 可是每一次家里都没有人 所以 她就不再回来了 你别乱想了 休息一会儿吧 我去厨房给你准备点吃的 是小西 小西回来了 小西真的又回来了 我的小宝贝 终于又看到你了 欢迎你回家 好久没看到 她这么开心了 小西这次归来之后 竟然也不飞走了 她始终陪伴着小华 不离左右 甚至去医院进行治疗时 她也会跟随着 就这样 在小西的陪伴下 小华的求生欲被激发出来了 她的精神状态明显不一样 看上去一天比一天好 一年后 林太太 真是恭喜你啊 检查结果出来了 你已经完全康复了 医生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了 不得不说 这简直是个奇迹啊 这都是小西的功劳 是她让你重新燃起了求生的意志 是小西救了你的 嗯 小西 谢谢你 谢谢你 直到现在 那只可爱的鸟儿 还陪伴在他们身边 有人说 万物皆有灵性 或许 正是因为小华曾经的善良 让她的善意得到了回报 所以 请不要忽略任何的善意之举 或许某一天 你的善意会拯救你的 大家阿弥陀佛 海涛要在这边 从内心里面由衷的感恩 所有护持 生命电视台 中华护生协会 为什么 因为护生协会在世界各地 不断地在抢救各种的 有情生命 牛也好 鱼也好 螃蟹也好 不分国家 不分地区 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有的生命都是未来的佛 所有的生命都是佛陀的独生子 所以愿各位发愿 深深实施 不间断地保护 救护各类的生命 这就是生命电视台 保护生命的宗旨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明中华护生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254 从前有一个富翁 平时生活节俭 将省下来的钱 全部埋在墙角底下 每天前往巡视感到非常满意 没想到有一天钱被偷了 富翁知道后非常伤心 在买钱的地方不停地哭泣 有人看到便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 富翁难过地回答 我的钱被偷了 这人又问 蛤 这些钱是急着用的吗 他回答 不是 只是除金康护而已 问的人说 既然是无用的钱 现在改买砖头 把它当金钱一样守护就好了 何必难过成这样呢 这话听起来有些好笑 但却给了爱财的守钱奴一些启示 贪心是一切祸害之源 大致度论上有一段话说 财为恶心因缘 因为钱财常常引起人的贪心 贪心是三毒之手 无量无边的烦恼皆有此生 所以贪是恶心因缘 一个有智慧的人 知道贪毒的祸害 所以菩萨的六度 以布施为首 布施得大福 又能去除贪毒 自然能远离祸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初唱幡 缘ILLY education 诱咦 一首音乐 日文 书 热 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缘络威 远满遍之阵 每久 Black 生命殿舍自北方